市民团体反对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严田勋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9月1号上午该团体已向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提交检举信 被检举认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 东京电力公司社长小枣川志明等 严田勋称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排放的核污染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质 可能会损伤遗传物质引发癌症 指控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涉嫌空置建筑禁毁罪和业务过失致死罪 9月1号当天该团体还在东京市内召开记者会 并指出排海行为造成的影响极为严重 8月24号日本强行将核污染水排海后持续遭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 此前一个反对排海的居民和律师团体曾表示 将于9月8号向福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日本原子能硅制委员会取消排海许可 同时要求东京电力公司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余判传达水排海讯 玉器公司停止核污染水排